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我们都适应了 楼盘的需求 不因为疫情而减退 要住的人有需求 都要出来买楼 甚至乎以人限住令 当时我们处理屯门 我们自己的楼盘 代理楼盘都做得很顺利 至今我们觉得这个时候 根据我们公司的原则 去到一个成熟的准备工夫做完 我们都要开盘 发展商表示 疫情对新盘定价没有影响 而只要不影响经济 也不会影响楼价 我们两面去看 当然疫情如果再进一步影响经济 基本的经济所谓的基因就有影响 可能会令楼市有点疲惫 但另一个角度看 就是我刚才说 只要你的楼盘做的产品 是符合到市场 你符合到光性需求 其实我们一点都不担心 发展商也都已经随即上载楼书 存盘三百三十多个单位 当中五六楼的十九个单位 由市建局预留 另外三百一十八个单位由行地发售 面积三百二十二去到四百五十七尺 开职主要是两房 另外有两三房的特色户型 单计由行地发售的单位 两房占三百一十二房 面积三百二十二至三百七十七尺 至于六个联平台特色户 全数位于天台 面积三百九十三至四百五十七尺 项目面积最小是三百二十二尺 有超过一百个单位都是这个尺数 看下其中一个入场的私单位 开职两房是发展商一贯的风格 一天门口经过细圆关 之后就是八十多尺的大厅 由于阔子大约2.3米 感觉会较为压迫 幸好只是起露台 而没有工作平台 内拢比例会多一些 平面图可以看到 开放式厨房相当迷你 先看下较大的一间睡房 面积六十多尺 也都留有衣柜位 但阔子是两米 相信难以三边下床 细房的面积大约五十尺 是新盘常见的开职 原本在疫情再度爆发之前 大家都憧憬通关 可以带动经济 甚至直接增加对楼盘的需求 有部分的买家就先行入市 而且是以公司的名义去做交易 带动买纳税急增 税务局的资料就显示 去年12月录得的整体纳税 中数只是上升5% 但金额就大升一倍 创超过两年最多 主因是豪宅成交带动 早前有豪宅录得公司名买家入市 带动纳税税收大幅增加 税务局资料显示 去年12月录得的整体纳税 中数虽然只是按月微升5% 有518宗 但涉及的税款就按月大增超过一倍 达到21亿 创2019年10月后 超过两年来最多 在仔细分析之下 税收急增的来源 是涉及公司名义买家 和非本地人士的交易 由于12月的时候 还未爆发新一波疫情 市场当时期望逐步通关 可以带动楼价上升 其内陆得的买家印花税数字 有159宗 按月已经大增超过三成半 同样创超过两年最多 不过税收的升幅更为惊人 按月大增超过三倍到近9亿 创2018年6月之后 超过三年半最多 以政府收税楼价一成半计算 涉及的住宅物业 平均每伙达到3700万 这批买家同时要交新重价印花税 相当于楼价一成半 带动有关的税款同步急升 虽然涉及的个案按月下跌百分之四 得323宗 但涉及的金额大升近五成半 达到11亿8千万 创超过两年半最多 其内较为触目的交易 要数南区深水湾境8号项目 一伙造价达到3亿9千万的分层单位 由一间海外注册公司买入 合共交税近1亿2千万 同期的何文田豪宅 Saint Georges Mansions 一个高层特色单位 以超过2亿3千万沽出 亦都是由公司客乘接 交税近7千万 两宗交易都有机会在12月交税 最后是打击物业炒卖活动的 额外印花税数字 在12月录得34宗相关的个案 按月减少1宗 但税收亦都大幅增加 由超过3千590万 按月大升近七成 到近一年最多 在半年之内短炒的个案 按月多1宗有2宗 1至3年之内转手的个案 按月少2宗有32宗 但税收大增七成多 反映涉及的单位比较贵 至于一早已撤销的 非住宅商配印花税 其内再有2宗个案 不过涉及的税款不够10万元 税务局也没有显示金额 在二手市场方面 气氛就继续低迷 在大型的指标屋苑 再出现低市价的成交 代理不若而同都说 业主是看探后市 所以沽货离场 其中在东涌的影湾园 一个三房以950多万转手 车价是跌穿1万元的水平 继前年12月之后 相价超过一年 再次跌穿1万元的大贯 市场气氛转差 再有交投活跃的大型屋苑 出现低市价成交 代理表示 东涌影湾园减价盘涌现 单日录得5宗成交 造价多数低于银行的股价 个别更跌穿指标水平 屋苑5座一个低层H7 实用956尺 开租三房套间隔 原本叫价1千万放盘 但因为业主认为疫情严重 看探楼市前景 所以肯减价45万沽货 幅度4.5% 虽然减价幅度不大 但是成交价955万 令到实用赤价低见9990元 是前年12月之后 相价超过一年 屋苑赤价再跌穿1万元 据了解 单位现在的银行股价 都是1千万以上水平 最新的成交价低个别股价近7% 不过原业主早在2004年买入单位 当时作价只是260万 持货达到18年转售 账面仍然大赚近700万 单位升值2.7倍 另外一中低市价成交 来自天水为指标 江湖山庄 美湖居一座低层衣室 实用544尺 开租三房间隔 原本开价610万放售 业主本身是自住 亦都见市场气氛转差 最终反复减价60万沽货 幅度计达到一成 以成交价550万计 实用赤价大约10100元 代理说是低市价5% 原业主在2018年4月 才以505万入市 持货近4年 账面赚45万 单位升值大约9% 除了看探后市 近期经常出现的低价卖楼原因 还有移民和换楼 原浪YouHotel五座一个低层私室 实用393尺开积两房 原本要价715万 最终减价27万 近4%转手 成交价688万 赤价17500元水平 资料显示屋苑在去年9月 录得的一个同座低层同室单位成交 造价是700万 几个月间售价低了十几万 代理透露 原业主是因为家里有新成员 买入同区的新盘换楼 以2017年初期买入价 470万计算 5年账面获利210多万 单位升值四成多 现在先休息一会 回来有每周有上盘 去到九龙湾 看两个同样都是500万的放盘 楼宁比较旧一些 保养会是怎样呢 回来节目时间 九龙湾是传统的旧区 区内有几个屋苑 入场银马比较小 被市场称为九龙湾三宝 参观的两个放盘 因为开职偏小 叫价同样都是500万 可以做到高乘数案件 一起看看 为了解决房屋短缺问题 政府近年积极密地之余 市区重建的步伐也有所加快 已经三十多年 没有私楼供应的九龙湾 早前也终于有新盘开售 不过折后赤价都要21000元以上 相比之下 同区的二手旧楼 赤价普遍仍然在14000至17000元水平 对于上车一族来说更加吸引 参观区内的热满屋苑 德宝花园 位于牛头角度 楼下生活和交通等配套齐全 和附近的德福广场和淘大花园 称为九龙湾三宝 德宝花园提供2000多伙 全部都是200、300尺的小单位 是区内开析最小的屋苑 现时平均尺价大概17000元 属于比较高的水平 德宝花园 九龙湾三宝虽然尺价偏高 但因为它的嵌心便便宜 和尺寸小一点 所以一般都受到车盘的欢迎 平均大概10宗都成交 楼价价最小的尺寸 有些介乎450至500万不等 同区的私人屋苑 唯一有泳池的屋苑 所以有些年轻人最喜欢这个地方 参观的放盘位于B座中层 向东北望来圆景 大厅程曲尺形 面积超过100尺 两年长生都有大窗 业主围封了一部分 改造成储物柜 同时又利用地台或分客饭厅 除了令空间更加分明 亦增加了不少收纳容量 房间座向和客厅一致 有近50尺 靠墙放置小商人床 虽然同样有大窗台 但上方就订造多个柜桶 大大提升使用率 房间旁边是洗手间和厨房 空间也算合理 而且结具和奴具等也保养不错 新买家不用更换 只是门口有圆关 面积都有大概15尺 以细单位来说就略显浪费 全屋装修其理 附带洗衣机、冷气、冰箱等家电 焰市叫价500万 赤价大概17700元 这个奴卷就是九龙湾三宝 其中一奴 都是诚治力比较强的奴卷 过去这10年 它的价钱涨了差不多140% 全港平均都是一个双倍 绝对是跑费大事 好像我们今天看的单位 282呎的一个继一房的继单位 不是最继的继 但可以隔两房 那个间隔是非常弹性 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向和装修 我觉得这个价位 都算是市场价格 但偏高了一点 业主其实上一手 在2013年买入 那时只是304万 都希望有这个二届的空间 屋苑所在的九龙湾 是传统旧工业区 受惠政府在2012年提出 启动九龙东计划 有意打造成第二个核心商业区 而随住区内近年不断有写字流落成 并且投入使用 连带住宅的租务需求 亦日渐增加 现时得保花园赤租大概40元 Lucy认为仍然有上升空间 其实这个赤架 对比同区一些新盘 甚至其得的一些盘 其实还未必做到40元 主要的原因都是因为 其实它很小 那个间隔是比较实用 而附近的配套都非常齐全 所以都是深属租客的欢迎 九龙湾这个地区 其实最近这几年 包括在来 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慢慢有很多新的写字楼 CBD area 那个中心我觉得上班区分 是向着九龙移了很多 所以我觉得这几年 其实租或住的需求 在这区会继续上升 近年落成的新盘 细单位开职越来越小 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而政府日前率先出招 在屯门官地的卖地条款中 加入限尺的要求 Lucy认为 随着市民对居住舒适度的要求 不断提升 走持参观放盘 这类面积在250尺以上的 细架盘 长远更加有投资价值 现在政府对于一些 建楼的面积 开始慢慢有限制 如果真的很小的那些 那些纳米楼 可能未来的需求 或者交易 可能未必那么好 但始终这个房间 它是250至280尺 其实都算是中间的一个户型 而它的开职 虽然是一房 但很多都可以选择两房 所以相对来说 都是一个比较适合住的赤数 是一个比较稳健的 防守的一个格格 未来这三至五年的时间 仍然有一个上升的空间 总体来说 这个单位我觉得 比较适合投资 所以我会给4.5分 看楼团团友 今次就希望 找到心仪单位投资放租 他认为 参观的放盘间隔灵活 而且地点优越 比较容易吸引优质租客 如果投资角度来说 这里的灵活性比较大 除了窗台那里 可以用得到之外 业主之前也有衣柜和柜柜 可以放在这里 不用那么多花钱 去做装修 都是家里的 这里 下面又有商场 还有食肆 可以买到东西 方便 而且地铁站也很近 业主可以五百万 其实行行就想不到价 到这里可能有业主 来争取一下 这个单位在投资角度 我会给4.5分 除了比较出名的九龙湾三宝 区内规模小一点的屋苑 也有不少小价盘的供应 代理说过往楼市畅旺 二手叫价普遍进取 但是早前股市波动 不少业主也扩大二价空间 加上市面上 低水放盘陆续被消化 区内二线屋卷的看楼量 又明显增加 疫情放宽一点的时候 其实身高价都成交到 譬如涂大 都去到七百万 做一间单位海景 并且业主各个都觉得 又再上升 后期股市试过跌了一段时间 波动客户 变了心理上有影响 有些业主愿减价 变了二手成交又更多 还有最近区内有一手新盘 因为三十多年 没有供应过的新盘 开出来后 带动客户来看楼 还有开价之后 有些客户回楼 二手市场便会松动些价 变了看楼量跌楼多了 参观的利基大厦 同样坐落在牛头角度 有四座组成,提供575房 虽然楼宁教得宝花园大一些 有44年 但一两房的开积普遍都比较大 介乎大概300至400多尺 参观放盘是屋院最小 实用面积312尺 位于D座中层 原积只有一间房 业主在大厅一边 画出大概70尺的空间 选择多一间房 并且将洗手间的门围封 改为由厨房出入 改动之下 除了多了墙墙摆机器 大厅剩余的面积 都有大概110尺 空间亦算宽落 至于原有的房间就大概50尺 向西南在一面大窗 由于位置刚好在两栋楼之间 除了可以望到兴建中的东九文化中心 还可以远眺至港岛半山 业主叫价同样500万 尺价大概16000元 投资者Lucy参观之后 认为新的间隔有利有弊 一房变了两房 变成厅里面可以放的空间 多了很多 变成是家庭可以用 或者你有小朋友 当然也有一点不好处 就是你经常都要在厨房 进行到厕所 卫生或者清洁的问题 可能有些人会有些考虑 不过整个单位其实没有窗台 所以实用性非常好 再加上景观 就是一路可以望到中环城 可以望到半山都可以望到 而前面都是新建的 即是来着东九路文化中心 景观方面都是一个 永久的开阳景 这个都是… 在市区流来说 都是一个比较少见的地方 不过若果想单纯用作投资 Lucy就不太建议 虽然放盘的市值租金 可以去到12000元 回报贴近三厘 但是所在的屋苑过往成交疏落 对上一宗已经是去年十月 投资者想短时间之内放售赚差价 可能未必可以很快交易到 反而自住买家就更加合用 那你是同区来说 始终这个屋苑相对来说 就不是太多人资 楼宁又比较高一点 借钱方面等多几年 又会有少少挑战和困难 所以变成交买买交途 是很明显地少了很多 所以从投资来说 我就不太建议了 反而如果是自住的话 预算有限的时候 想多多多住屋 而那个间隔改动 又可能可以多些 自由的空间可以改动 始终所在的那个位置 都是旁边附近的生活配到很齐全 如果自住来看 其实这个单位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所以我会给四分 看楼团团有就满意单位有两间房 租客选择就比较灵活 只是担心屋卷名气略逝 影响流通性 进来这个单位 房间比较大 很方便用 摆位也很好 还有景观可以看到对面海 也可以看到北角、中环那边的景观 还有两间房都大 可以租给家庭客 租金回报也很好 差不多有三厘 买来出房租也非常好 但是它那个升值潜力 可能这个屋苑不是那么多人知道 所以再卖出去 可能价钱的升幅不是那么高 而且在这里卖出去 不是那么快,有点扣分 所以这个单位我剩下3.5分 今集时间差不多 政府近年积极推动东涌新市镇扩展 不少基建工程相计展开 对于区内的楼价影响有多大 赤架相对低水的海景单位 未来升值潜力又是怎样 记得继续紧贴每周游赏盘 谢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